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同时中国有我们必须维护的正当利益 有必须捍卫的原则立场 也有必须坚守的红线底线 如果美方执意以竞争为名 继续围堵打压中国 中方将坚定地维护 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力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这次又详细阐明了 中方的原则立场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独立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习近平主席还就经贸科技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指出美方在经贸科技领域对华 遏制打压不是在去风险 而是在制造风险 这些错误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已经成为最大的风险 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就是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 我们绝不答应也绝不可能得逞 中国的发展壮大 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历史逻辑 任何外部力量都是无法阻挡的 美方应该严肃对待中方的关切 取消单边制裁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